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号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强调 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在信贷化的道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一国也不可以掉队 今年7月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系统部署 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 也必将为非洲国家 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 提供新机遇 注入新动能 非洲有据言语 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现代化道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一国都不能掉队 让我们凝聚起 28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 在现代化征程上 携手同行 以中非现代化 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 汇就 人类发展史上 崭新画卷 共同推动 世界走向 和平 安全 繁荣 进步的光明前景 并且不停